海盗床,海盗床的话,我们先找出它的滑道扶手,就是这个,一个上半截,一个下半截,它上面都有字母的,你看看,一个A,A跟A对好,B跟B对好,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子,你看,最好之后,你看这里有个方形的,对不对,我们找出这个,这个跟这个,两个他们俩是一对的,我们把方形放进去,然后给它按住,然后给它撞过来,然后给它拧紧,拧一下之后,我们可以拿出,这个工具,或者拿这个,这两个都是可以拧的,你看,这样一起拧一下,或者是拿这个,然后这样的, 如果说你这个,这个丢的话,可以拿进去,只要放进去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另外一个,也拿过来,B跟B对好,我们拿过来,手一定要按住啊,不按住的话,它会掉的,好,拧好之后,我们给它拧一下,拧紧,好,拧紧之后,我们把这一个先放旁边,把这个这样,靠在这里,先放好,把这个平的这一面朝上,放好之后我们拿出这个,这是滑道上半截,好了,上半截我们可以这样放进去,你看,这样子,一次这个最大的对这里, 你看,如果说这里,这里开就是说,比较贴近这个面的话,没有关系的,不在中心也没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这样卡一下,把它放进去,只要我们这个能卡得进去,就没有问题,不管它是在哪个位置上,不要说,我一定要让它在中间,没有关系管,它只要在这个孔里面,它不管是在什么位置,都没有任何问题,你看,我都可以引进去,然后拧好之后,我们把它拧紧 好,拧好之后,我们把下面就用手这样挡住,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另外一面也一样,用这个小楼子比它拧紧就飞了, 好,拧好,拧好之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拧好之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铁螺丝,然后这个拧紧就把手拿过来,我们可以先给它拧一下,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孔里面了,我们再拧紧,你看,好,这样拧好,拧好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在旁边,被用,没被用的话,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板拿过来,这个板拿过来,你看,它这个面空的,我们朝里,因为另外一面,你看,它是突出来的,然后这个面朝里,这样放着,放着之后,你看,我们如果说这个没有扣上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拿过来,这样子,扣上, 然后放在地上,然后拿过来之后,你看,它是有两块这样子的,一块A板,一个B板,我们要这个地方,矮的正面,从这里,跟它一起,矮的这一面,跟它拧,然后我们把这个拿过来,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先放往边前, 你看,这样子,我们把它拧进去,现在之后,我们先放着,然后,我们拿出这个,这个床头,然后,你看,它这里如果说是,比较小了,我们往里面移一移就可以了,把它拧在一起,你看,它们两个拧在一起, 这样放进去,这样放进去,我们就,这样放进去, 这样放进去, 拧的话,我们就拿刚刚拧划到的那个小的拧刀来拧, 先用手,先把它拧一下,拧好了之后,我们再接下来,拿这个拧刀,或者拧刀来拧它,你看,你看,这样子的滑,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弄,我们再接下来,这个地方弄成什么样的,可以,它这个方式,我们对这个圆形的, 我们再接下来,就能再接下来,我们再接下来,这个地方弄成什么样的,就是,它这个方形的,我们对这个圆形的, 圆形的对方形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 方的 这里是方的 我这样对进去 方的对进去 圆形的对这个 我把这边弄上 它是可以这样弄的 所以我们给它这样放上去就好 然后 我们完成好之后 我们拿出这个来 这个台阶 这个台阶跟别的不一样的 是个井子台阶 你的台阶 我把它放在这里面 然后拿出这个 这个小一点的 用来拿这个台阶 你看 它这里总共有两种 一个是大的一个小的 我们这台阶拿小的来 好 好的 您好之后 我们拿出这两个 这两个台阶的扶手 我们从这边 放进去 然后这两个台阶 从这里放进去 把这两个�ально复杂 拿这个融 tänkt 这个安装好的时候,我们把它往旁边移一下 把它移一移,移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平台拿出来 然后还有这两个,两个的一个平台,它这里有一个面面跟一个面面 然后我们根据它的幅度,来这样给它卡进去,你看,这样给它卡 然后另外一点,这个幅度 然后我们拿出这个螺旁 把它放进去 好,拧好之后,我们这一面先别给它拧上 这一面先别拧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的安装好的刮道嘛 要拿过来 把它放进去 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拧死了 你这个材贴它,这个刮道也是放得出去的 然后 然后 刮道跟这个拧手,你这个地方要用这个大的,刚刚的收割跟那个比起来 这个要大一点 我们把这个用锅给它拿下来 把这个放进去 把它拧一下 好,拧好了 然后刚刚另外一点,它不是掉下来了吗 掉下来了 好,拧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我们把它放进去 我们再把它一起拧开 立好了,对不对 我们把手拧好 我要让它掉下来了 记住,一定要用这个 上面用这个大的 下面用这个小的 好,拧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立起来 立起来之后把它拧过来 我们把它放在中间 放在这上面 然后 我们用力往下卡 如果一边没卡好 我们把另外一边慢慢卡 如果说这边没有卡好 我们可以把它往外敲一敲 我往里敲一敲 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敲一敲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我们拿这个 把这个跟这个一起拧 你看这里有个孔 好 我们拿这个 我们把它加紧 这边有一样 好 好 这拧好之后 我们有一个这一面的 我们拿过来 给它换进去 这个我们刚刚卡进去 我们把这个拿掉 这已经开好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拧开 好 我们可以把它开起来 放进去 把这边也一样 卡到卡槽里面 你看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就是我们还没有弄好的时候 把这个拿下来 然后把这个也一样 这样卡进去 卡好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 方向盘 我们把它放进去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刚刚有一个地方没有弄好 就是每个地方它都有一个这个 然后刚刚床头这里也没有放 我们把它抬起来 把这个放进去 你看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接来把这个地方 按一下蓝球方 蓝球方的话它就有两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上面 也可以把它下面 你看 然后用这个 这个大的内置的 把它拧上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好